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2年已经过去,尽管半导体行业在年末遭遇穷势 但是大部分厂商依然会有破纪录的表现 台积电刚刚公布了12月及全年的营收 毛利率最高达到了61.5% 比苹果iPhone手机还能吸金 全年营收大涨42.6% 根据台积电的数据,去年12月营收1925.6亿新台币 折合约63.35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 不过,环比11月下滑13.5% 虽然终止了连续数月营收超过2000亿新台币的速度 但相比2021年同期依然大涨23.9% 但同比增长率远低于此前两月的56.3%和50.2% 另外,去年最低的6月份同比增长18.5% 最高的是5月份,同比增长65.3% 整个第四季度,台积电营收6255.3亿新台币 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42.75% 2022全年下来,1至12月台积电营收达到2.26兆新台币 同样创下历史新高 相比2021年,依然大涨了42.6% 在第四季度中,台积电的毛利率再创新高 达到了59.5%至61.5% 运营利润率也高达49%至51% 这是什么概念? 涉及硬体生产的科技行业中 苹果iPhone手机一直以高利润率组成 但毛利率也不过43%左右 相比之下,台积电代工晶片的毛利率 早已经远超苹果,吸金能力爆表 然而,晶片行业寒气未散 尽管阅读,年度销售额均创新高 但台积电的这份答卷实则并不尽如人意 虽然台积电12月份的营收仍超过60亿美元 但他们这一个月的营收 其实环比有下滑 同比增速也明显放缓 2022年12月 台积电销售额环比下降13.5% 为5个月以来新低 过去9月至11月 其营收均在2000亿台币之上 第四季度营收6255.32亿台币 环比仅增约2% 部级分析师预测的6360亿新台币 为两年来首次低于预期 此前台积电预计四季度营收 有望达到199亿美元至207亿美元 台积电2022年第四季度营收 部级分析师预期 表明全球电子产品需求下滑 正开始拖累这家晶片巨头 据台湾经济日报援引业内人士观点 台积电去年12月营收不佳的主因在于 计算机及手机试矿低迷 7奈米及6奈米产品需求疲弱 加上客户处于年终库存盘点期 分析师们早已忧心忡忡 投资业行华星资本一名分析师 此前便表示 对该公司的真正考验 将是在2023年上半年 根据外资的最新报告指出 因为全球的经济放缓和厚大流行的 库存调整等因素 造成了台积电的订单减少 加上台积电当前正在花费大量资本 来投资于产能扩张 以生产先进半导体的情况下 使得该公司当前正处于艰难的营运时期 台湾经济日报此前报道称 有半导体厂商坦岩 PC 手机 消费电子等三大应用需求疲弱 部分IC设计厂本 季度持续降低对晶圆代工厂投片量 千栋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接单 台湾电子时报报道 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 台积电上半年在大客户修正订单下 营运将走跌 但下跌最长就半年时间 目前苹果 高通 研发科 辉达 AMD等 几乎所有晶片大厂5nm以下投片 都已下载台积电 据悉目前客户只有苹果 上半年增幅不多 但2023年N3N3E制程节点的主力客户为苹果外 高通 联发科 辉达 AMD等大厂未来也将量产 英特尔仍在修正平台蓝图给予台积电订单合作 整体而言 上半年将是台积电全年营运低点 下半年收回苹果iPhone与Mac新机登场 以及大客户回补库存 重启拉货动能 业绩将大幅拉升 目前市场预测 台积电手机7nm 6nm产能利用率 降至7成以下 高通 联发科 辉达与 AMD新品陆续转换制程 下单的5nm 4nm制程 以及需求强劲的28nm意见松动 预估手机营收将计减10%至15% 台积电此前一直在赤巨资扩大产能 以处理更多订单 然而 随着利率上升和通膨加速 电子产品需求大幅下滑 台积电也因此在去年将资本支出 计划削减了约10%至360亿美元 一些分析师警告称 台积电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2023年的资本支出 不过 也有不同的看法 据台湾经济日报此前报道 供应链传出 台积电因未来三年增长所需 在先进制程台湾扩产与投资研发 每日扩产 成熟制程升级等三大动力驱动下 今年资本支出有望逼近400亿美元 再创新高 法人透露 台积电日前在美国加州 举办投资者活动时 释出在台湾持续扩充先进制程 以启动2奈米与1奈米投资规划的大方向 美国 日本等地新厂2024年产能 也将逐步开出 预估2027年左右海外产能 将达总产能二成 台积电的股价在大流行期间翻了一番后 在2022年下跌了27% 今年以来则上涨了约8% 尽管全球经济放缓 降低了消费者对台积电晶片 所应用的许多电子产品的需求 但该公司及其客户仍预计 电子产品需求的长期趋势将继续上升 台积电在去年12月底宣布3奈米量产 董事长刘德英提到 相比于5奈米工艺 3奈米工艺的逻辑密度将增加60% 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至35% 这将是最先进的工艺 韩国媒体消息则显示 台积电3奈米良率传出了一些杂音 其境称第一代的N3节点工艺良率不足50% 而且投片量也非常少 只有苹果一家客户 但台积电3奈米真正的麻烦在于价格太贵 3奈米代工价格突破2万美元每片晶圆 加工一片12英寸晶圆生产约数百克晶片 这样的价格也难怪台积电3奈米 首发客户被传说只有苹果一家 其他客户如AMD 灰达 高通 联发科等都认为太贵 并不急于推出3奈米产品 至少要到2024年下半年才会正式下单 为了提升大客户3奈米的采用率 据来自行业内消息人士 手机晶片达人称 台积电也准备降价3奈米了 而且是所有3奈米工艺都会降价 以便吸引客户 按照AMD之前的计划 他们会在35架构上使用3奈米工艺 不过首发会是4奈米工艺 这意味着3奈米35架构 至少也要到2024年年底了 至于GPU晶片的计划 AMD及徽达下一代架构 都要等到2024年 但能否上3奈米工艺 还有很多未知数 毕竟5奈米4奈米采用了一代产品 潜力还没挖掘完 上溪一代工艺的意愿也相对不足 总体来看 2023年的台积电汇 呈现前跌后高的态势 其中第一季度营收将剂减10%左右 下半年业绩渴望止跌回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